最後我們要跟各位講我們那個薄薄的大氣層對我們的一些保護 它維護了生命 它阻擋外來危害 它調節了溫度 考試比較多的是考那個第二個 阻擋外來危害 阻擋外來危害 OK 維護生命 就是廢話一句 就是東西都要行呼吸作用 吸收誰 氧氣 植物藥行光合作用 吸收誰 二氧化碳 誰給我氧氣 誰給我二氧化碳 大氣 所以大氣就給我這些 OK 就是一個 它提供我們氧氣 提供我們二氧化碳 還有一個 我上課跟你說過了 地球上有很多莫名其妙的地方 非常酸 非常減 溫度非常高 溫度非常低 壓力非常大 我們都看到生命的中績 共同 特徵是什麼 通通有液態水 有液態水 所以水很重要 我們有水循環 會蒸發 會凝結 會降水 大氣會有環流 把水送到世界各地去 於是世界各地的生物 都得到它生命所需要的液態水 使得世界各地都有機會去繁衍生命 所以它提供了我的水 藉著大氣的環流 蒸發凝結降水 下雨下雪 什麼之類的 然後這個目的 所以它維護了生命 第二個叫阻擋外來危害 擋得住看得見的跟看不見 看得見的 渣渣 渣渣 就叫做流星 燒不完 扎到地上叫做隕石 所以我講過 鹹色考過月球有沒有流星 沒有 月球有沒有隕石 有 這樣子OK 然後大部分都被燒掉 只有少數燒完才會扎到地上 所以它把我們擋得住這些看得見的 看得見的扎扎 把它燒掉 然後讓它不會直接撞到地球上 還有擋得住看不見 看不見的呢 一個是剛才有講過的 紫外線 那個臭氧 還有一個叫做宇宙射線 宇宙射線 在真溫層的地方呢 會被過濾掉吸收掉 我的講義上面 有跟你顯一下這些東西 知識半天有顯就看一下 所以叫擋得住看不見 宇宙射線 紫外線 然後被大氣吸收掉 被大氣吸收掉 被大氣吸收掉 然後保護了我們 不要受它的傷害 所以叫做阻擋外來危害 擋得住 看得見的跟看不見 再來要調節能量 好 第一個就是剛才講的溫室氣 我們有溫室氣 所以可以吸熱 所以可以放熱 所以可以讓地球保持溫暖 我們幸好有溫室氣 所以我們的平衡溫度 就是吸放熱 平衡度是15度 如果少了它 會降到零下18度 平衡到零下度 我們都變成冷凍酥肉了 各位 就大概說不用酥肉 所以 有它很好 而且又沒有太多 剛剛好 如果我們多的跟金星一樣多 然後我們也不用玩了 不要再用溫度 四五百度 我們就可以變成地獄了 比較適當地獄用 所以 這個 有溫室氣 然後又不會太多 吸熱放熱 使地球保持一個適當的溫度 然後適合生物生存 所以就是 也有調節溫度 還有一個 就是 來 我們前面有講過嘛 熱空氣會上升 冷空氣會下降 熱的會往冷的送 冷的會往 熱的送 它就會 喇喇喇喇喇喇 然後呢 就使我們的溫差不會 太大 我們講過 只要沒有大氣的 像什麼 月球啊 沒大氣嘛 對不對 水溪沒大氣嘛 火星是幾乎沒有 大氣嘛 溫差都會 很大 所以我們靠它這樣 喇喇 就把我們 調節好我們的溫度 讓我們不會太熱 也不會 太冷 不會太冷 這就是 調節能量的部分 所以以上就是跟各位介紹 我們大氣對我們的保護 維護了生命 然後呢 阻擋外來危害 以及調節能量 ok嗎 ok很好 請寫客王練習 請寫客王練習